這段會有一個時間的差 所以禮拜四可以討論 問題是禮拜五院會的時候 這個案子就不存在 所以他禮拜四五不知道 他討論這個東西要幹嘛 那他可能就是把我一直拿出來 當作他們真的要去提高 罷免門檻的一個遮羞不法 但是我再次強調 是他們汙名化我的提案 我的提案是核實 連署必須要是真正本人連署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那我們只是要核實 絕對沒有增加罷免的門檻 但是國民黨也好 他們的講法就是我要提高罷免的門檻 我不能同意這種 來汙蔑我的法案 然後來要掩護他們自己想要達到的目的 所以我是因為這樣來策案 主席你好 黃捷委員你好 睡當的你好 顏委員沒來喔 還蠻想聽到意見的 來 不知道為什麼最近在聊選罷法修法啦齁 那今天這工廳會是專家教授 學者 那我算當事人 那當事人當然要講一些 在遇到罷免過程 覺得對這個制度有一些賤言啊 那首先呢我想要先講一個概念 不要把罷免當成毒蛇猛獸 罷免會製造成仇恨對立 是因為罷免方的起心動念 有邪念 所以呢 他才會變成一場戰爭 變成一場割火 但如果罷免方的理由正當 比如說有請假選總統的啦 比如說有半夜強盜破門的啦 那我覺得你應該要給人家罷免的機會啊 那另外一方面 行政首長的代夫職守 跟議員發生的路線不同 這其實是兩個完全不一樣的概念 你不能說左派右派進步保守的理念競爭 這個叫做代夫職守嘛 可是你如果整個行政首長跟單一選區的立委 連人都不見了 那當然要有罷免的權利留給人民啊 所以不免又讓人家覺得 國會是不是又在擴權了 怎麼會討論這個議題 而且過去的制度明明就有受害者啊 真正如果照這個國會多數的版本修下去 唯一一個會被罷免的是我們現在的立法院院長耶 真的你們要修這種法 院長不知道會不會跳起來 院長也應該要來發表意見 所以修一個法 從歷史時間的長度 從各個政黨的光譜 我們要找到一個大家都能夠接受的方案 如果只是單純討論趴數 有一點道理 但更重要的事情是在罷免的過程 他到底為什麼會變成仇恨的 我們不能快快樂樂的罷免平平安安的回家嗎 所以 在罷免的期間啊 我遇到幾個狀況跟大家報告 也希望這邊的我們的行政官員 或是民意代表 立法院可以聽聽看 我這為數不多的建議 首先當然是錯假連署啦 從韓院長在高雄市的7% 到我的16% 到黃捷的26% 到林昌佐的30% 到高敏林的75% 那四張連署人裡面有三張是錯的是假的 不是假的就是死的 這合理嗎 提出罷免方的比例超過十幾%的 剛好都是同一個政黨發起的 那這樣子我頭也是暈暈的啊 怎麼會說錯假連署 是罷免應該要提高門檻的理由咧 第二個是空窗期 當一個罷免方發動罷免 不論他的原因是輸不起 想搶回來 覺得沒有選舉很無聊 各種原因 該立委啊 也就是我本人 他大概要提早三個月到半年 他要花上一定的時間 來回應媒體 來上節目辯論 來回應一些根本不是他立法委員本業的問題 那這樣子他自然就會讓人家覺得 你是不是有一些時間 花在不必要的事情上 啊沒辦法啊 因為罷免方在搞你啊 但是你能不回嗎 你也不能不回啊 罷免是人民的權利嘛 所以對基本盤不穩 以及意識形態極端的人 就像統派的韓國瑜 跟獨派的陳柏偉 他就一定會遇到這個問題嘛 所以就我自己的狀況 從罷免發動到補選選上林靜宜委員 我們的選區啊 有將近四個月的時間 是沒有立委的 這件事情 我看過其他國家的方法 他們在罷免啟動之後 就讓要選的人都出來選 總不會繞了一圈 結果又還給原本的人吧 那第三個還有一個叫募款啊 當時在我的選區 罕見的贊成反對罷免方有兩百多塊的招牌 全部都是我的臉 只是有的是笑的有的是哭的 那這樣子 在罷免方的錢 可以無窮無盡的注資的情況下 卻不受政治獻金的管理 而反罷免方不得成立政治獻金 莊戶以及不得這個 你知道我們有 這個民意代表公眾人物就是要登記嘛 那我要去哪裡生錢來反對罷免 那不就是站在那邊 站在那邊給人家打嗎 那也難怪院長當時面對高雄民意的時候 他也只能站在那邊啊 因為現在的罷免制度 就是對反對罷免方有一定程度的困難啊 有人要支持我 就說你去買扇子給我去菜市場發 你去幫我做文宣 你去認兩幾個招牌 我口袋裡面都沒有錢可以做這些事 所以我們應該把罷免看成一個正常的選舉 只是說他需要啟動的門檻的原因 是因為我們已經有一個全國性的選舉 有四年任期制的民意代表 而在這個過程裡面 我們真的覺得他太扯了 比如可能是我我不知道 所以要給人民提出罷免的權利 你今天又要把罷免門檻提高 歷史上罷免投票 比率最多投票率最高的 也是我那一場 也不過才百分之五十一的投票率而已 你拿來跟他當選 可能全國性投票有七十五趴八十趴的選舉 來說啊你的得票數不夠啊民意不正當啊 我最近在看喔 都覺得國民黨在幫我講話 他們都在指涉顏寬恆委員 是個輸不起的人 我真的替顏委員 感到非常的悲傷 怎麼會被同黨同志這樣子講 所以顏委員應該要來講 韓院長應該要來講 當時發動的前後任主席 朱主席要來講 蔣主席要來講 蔣主席要來講 我當年在立法院裡面 每天上班 提出福國立民的政策 結果呢 他的罷免理由虛假 他說我沒當兵 結果這個人啊 被藍營的立員 告訴說他強吻 說我追打吳怡丁委員 可是實際上是吳怡丁委員 拿著礦權水瓶 在雜菜一語 他說我提告周克齊叫做恐嚇選民 結果這個人啊 因為反滲透買票被起訴 江啟成說我開放美豬 我要提醒大家 立法院現在只有藍白不想過的法案 沒有藍白過不了的法案 你如果覺得這個是必要之二的話 你可以把它改回來 胡志強前市長外交部長 他擔任罷免成為社團的管理員 廖偉翔的媽媽黃新慧也是議員 王鴻威時任的議員 跳出來說啊 激進黨不要這麼噁心 抑止 我們可以罷免人家 但不能被罷免 葉元之議員跳出來拍影片 顏寬恆說當義工 趙少康羅志強 徐巧心等人 無依不語啊 但當時的五大黨裡面 包含這個綠黨 他們都是反對罷免 他們都是反對罷免 民眾黨主席柯文哲說 本黨對此案 因保持距離 成是個有理想的年輕人 實在力量的王婉玉秋顯志說 他們反對罷免 民進黨說別讓努力的人孤單 綠黨說 陳柏惟是少數關心醫療政策的立委 一人當選全黨服務 但罷免一人全黨投入 這就是我的親身經驗 謝謝大家 我們在每一次的投票過程當中 我們投下每一票 其實都是我們當下對於 這位候選人的核心價值有所認同 因此在理想的情況下 罷免這項制度 就是當我們在事後 發現這位候選人 或是這位民意代表 與當初所說的不同 或是與我們自身的核心價值有所衝突時 可以有一個挽救的機會 而這些都應該是我們現在的言論自由 有所保障的範圍 而這位公職人員 當我們認為他有所不適任時 並不會因為他只上任一週 一個月或是一年 就從這一開始的對他滿意 而突然轉為十分不滿意 因此對於今天我們在討論 是否要根據未滿一年 不得提起罷免案這一事來進行討論時 首先 現在的現行法規 便是現在在就職未滿一年時不得提出 那另一部分 如果今天想要討論的是 當我這一位 民意代表就職未滿一年時 我們不得去提議的話 或是我們不得去討論的話 那是否其實很明顯的限縮到 憲法保障人民言論自由的範疇 但以上我們在討論的都是在一個理想的情況當中 畢竟在過去這幾年 在台灣的政治的情況下 其實我們也看到了多起的惡意罷免 那這些惡意罷免其實出現了非常多不知所云 甚至是顛倒是非的理由書 而這些都是我們可以在精細去討論 精心再去注意的 那至於在討論什麼樣的通過門檻 才是真正符合民意時 我們應該先認知到的是 首先大選 大選的投票 以及當我們在提出罷免案時的投票 我們首先會面臨到的狀況本來就不同 這兩者本身就不能一概而論 首先 根據台灣人民對於政治行為的態度 除非當整體社會有一個風氣 是我們此時此刻正在討論政治時 我們很難公開的去發言我們對於這位支持者 是贊成還是反對 而另外一部分 現在有非常非常多 在外地工作或是讀書的遊子 那他們對於這些投票其實成本非常非常高 那當我們要單單為一個罷免案 而來去付出高昂的成本來去做移動的投票時 其實這對於某些人來說 他們是不會選擇站出來的 因此 我們抓出我們過去投票的數據來看 大選平均的投票的 平均值大 投票率大概是七成 罷免案只有四成 因此以投票率以及 以投票率的基數來推導致我們罷免案 應該要以同樣的數據來去代表說是否今天的這個罷免案 有一定的民意基礎 我認為這是非常不合理的 另一部分 當我們在社會在討論罷免案時 我們通常我們站出來會講的是我們反對這個人 而不是我們支持這個人 可是在台灣這個社會 要我們站出來反抗 比站出來支持某個人的成本還要高昂許多 我們可以去想想當今天是大選的時候 我選擇站出來去投票 身邊的親友 以及今天當我們在罷免案時我們站出來的投票 身邊的親友的反應是否會有所不同 那這樣的不同其實就代表著 這兩項投票的本質是非常不一樣的 而當我們選擇出門投票的這個心理的壓力 以及當我們在這一個過程中 我們在提出自己想法時候的面臨到指責 其實差異都非常的大 因此在這個大選以及我們的罷免投票之間的投票率 是否能夠以等價看待 我認為這都是可以進一步再去做演你的 罷免門檻這件事情 本來就不可以淪為政治在喊價 我們都應該要經過詳細的規劃 那現場也有非常非常多的專家學者 那我也相信這些專家學者 可以再進一步提出更詳細的規劃 那另一部分其實根據現在的現行法規 只有政黨才得以收取罷免活動的政治獻金 因此我們身為一個公民團體 我們在提出罷免時候本來就有一定的難度 更不論從二月份開始 金融的罷免團體不斷的受到打壓造謠 以及公權力的介入跟威脅 這些都一再地在顯示公民在行使罷免權時候的困難 那現在我認為我們今天在討論的這些修正草案 是意圖在以一個政黨政治的狀態 以政黨政治的大選規格定義罷免行動 那現在身為一個已經發起罷免團體 並且正在進行事的公民團體 我認為這十分的不合理 我們當中受到的阻礙 跟政黨當初在大選時所遇到的困難 或是他們所可以應用的資源其實都有極大的差異 另一部分當我們討論到所謂的連署是否應該要加深它的嚴謹度 甚至是上綱到我們必須繳交身份證影本時 我認為這都大大的無視於人民對於隱私權的在乎 以及現今依然有非常多人民對於部分政府濫用公權力的恐懼 罷免應該是憲法明定賦予人民的權利 但我現在看到的事情是 在面對人民對於同黨公職人員的失望與批評時 某些政治人物並不是選擇修正以及改善 而是利用濫用立法權的方式修法以保住席次 這些修法都會使得未來罷免權如同虛設 那是否也代表著人民之後 再也沒有機會監督我們的所有的民意代表 維持門檻以及上修門檻 到底哪一個動作才是所謂的政治操作 當然這不是我說的算 我相信大家心中都有答案 那我 因此在這邊我也希望大家可以仔細的去思考 當我們在面對罷免以及在面對大選投票時 我到底可不可以運用同樣的一個標準 也如同前面許多學者所說的 現行的選舉制度 我們的議員我們的立委 以及我們的總統其實投票方式都有所不同 是否能夠用同樣的標準一概而論也是需要再去誠實的 那我今天除了說代表立法委員來發表意見之外 因為我也算是一個過來人啦 算是唯一一個台灣政治史上是不同意罷免票大於同意罷免票的一個經驗者 來跟大家分享 那大家立法委員除了韓國瑜黃國昌還有我 我們三位都是現任有經歷過罷免經驗的過來人 那在這邊分享一下我的看法 第一個啦就是從世界上的民主國家來看 現在大概有75個民主國家裡面有20幾個國家擁有罷免制度 那在美國其實50個州裡面有19個州是可以罷免州長以及議員的 所以其實大家在討論說台灣到底需不需要罷免制度我覺得都可以討論 因為在每個國家的罷免制度其實都有一點不一樣 這個細談下去是非常非常複雜的 那什麼樣的制度是好 我認為民主制度沒有說在哪一個制度一定是最好 而是因應這個國家需要的民主的設計都可以來做門檻的上修或下修 以及更複雜的包括說行政首長可不可以罷免 包括說民意代表可不可以罷免 這個其實細談下去有非常多不同種細緻的討論 那在這邊我必須要問一下說就是我們要的到底是哪一種罷免 這個很值得大家深思 包括說要的是美國式的罷免還是英國式的罷免 因為其實台灣比較類似美國式的罷免 那或者是在特定條件下才能罷免 例如說這個這個政治人物他涉及內線交易涉及貪污涉及炒股等等 那他們才會有特定的啟動的罷免的條件 那還有剛剛說的就是到底因為以台灣來說 行政首長跟民意代表負責的權利義務其實不太一樣 那很多國家其實是針對行政首長 因為他擁有執行執政的實權 所以才可以發動這個罷免的條件 那台灣的現在的這個狀態其實是 因為是一概同人 就是都可以 所以其實應該要再去針對他的權利義務做更細緻的設計 這個我也都認同 那當然還有的國家 那例如說瑞士他是可以罷免不分區的 可以針對不分區用集體式的罷免制度 我認為這個也可以提出來討論 所以當然在這麼多複雜的罷免的制度的設計之下 台灣現在單一就只有提高罷免的門檻 而且是為特定的政黨量身定做的 我認為是非常粗糙 非常廉價 也非常沒有正當性的一個修法 那再來這個直接提到說罷免的門檻 因為有人說罷免的門檻這麼低 就是沒有選項的人 只要基本盤發動了就可以罷免 這些主張罷免很容易的人 他們都是假設說 最後就會變成政黨的對決 那我以自己的經驗為例 當初的通過的門檻大概是七萬兩千票 但是當時候的鳳山的議員選舉 我的就是國民黨要罷免我的對方的這一黨 他們拿了九萬票 如果他們的假設是說對方的政黨都會發動 他們的基本盤來發動 其實我就會被罷免了 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這個罷免的門檻 不能單一的就說政黨對決來看待 我認為這個這個前提非常非常的重要 是因為說其實人民都知道說罷免的正當性 比一般選舉還要高 就是他要有一個我真的很想要把你罷下來的理由 以及這個人真的很不適任 人民才會驅動這個罷免的投票的動力 而不是說就是四年一次的選舉投票 因為如果真的他這麼不滿意 他就是四年再把你換掉就好 所以罷免的發動的這個機制 其實是需要一個正當性的 正當性變得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以我的例子為例 現在為了要就是保障特定的政黨 他們覺得罷免太容易 而去拉高這個門檻 是真的非常沒有正當性的 好那再來 我認為說這個罷免的成功啊成功與否 還是在於說能否成功動員多數的中間的選民 就是說大家的正當性 到底多數的民眾覺得這個人真的是非常不適任 已經影響到我生活的權益 所以站出來罷免 還有被罷免人他自己的表現也非常重要 那以我自己的例子來說 我當時的罷免理由幾乎都是虛假的內容 錯假的內容 包括說什麼我違反香港的國安法 那其實根本就第一個 香港國安法與台灣不適用 而台灣的國安法也沒有所謂的21條 所以他的這個內容與現實是 直接是不相符的 那所以用這樣子的罷免理由 多數的民眾當然就不會認同嘛 那如果呢 好 那最後我必須要講一下說 這個罷免的門檻 它是一個公共議題 可以討論 但是不能把公共的議題 變成是幫特定的政黨來解套 如果只是因為罷免很容易 所以就要提高門檻 這樣的理由真的真的非常的不充分 千萬不要讓這個罷免 是作為人民的權利 最後為了要自己的利益 而變成鳥籠罷免 大家好我是高雄市議員張柏洋 同時也是台灣激進黨黨籍的市議員 那非常遺憾 今天必須要一大早五點多起床搭高鐵來 竟然是為了謝國良 但是不要誤會 我是支持罷免他的 所以 也很榮幸 有這個機會來跟大家分享 罷免作為台灣人民 面對不滿意的政治人物 面對不適任的政治人物 作為一種武器 台灣激進黨我們使用過 我們也被使用過 所以在這段時間裡面 我們看到了很多我們台灣罷免制度上的一些缺漏 當然我認為是有必要支持相關的修整的 但不會是現在 但也不會是國民黨的版本 以下我會來做出一個說明 首先我第一個 我要說的是說 我作為當年罷免團體的其中一個成員 我僅能夠代表我自己 我沒有辦法代表當年罷免的所有的 參與93萬的高雄人 沒有辦法代表整個罷免的團體 我支持這項修法的前提是 國民黨必須要白紫黑字的 告訴台灣人民 這項修法不是為了謝國良 當然今天我們有看到藍營的智庫在新聞上有說 他們有提到一個程序重新的法理 他們頒出這個法理說 修法後就會適用在進行中的這個案件 那也就是說現在修法的話 很明顯不管國民黨嘴巴上說是或不是 很明顯都會救了謝國良 所以我認為在這個情況之下的話 如果這項法案 現在有這麼嚴重的一個爭議的話 那是不是要擱置 或者是說我們 大家講清楚就是 下一個 下一任的立委的這個任期 我們再來進行相關的修法 我們這樣其實才能夠讓 台灣社會針對我們國會 一個來關乎到台灣人民權益 以及台灣長治久安問題的一個修法 是真正能夠說服大家說 我們真的 是為了台灣選罷法整個的完整性跟長期性 而不是說今天 國民黨他自己的民意代表 或他們現在所長要被罷免的時候 他們就提出修法 同樣的未來如果有報復性的罷免發生在民進黨的民意代表身上的時候 如果由民進黨來提出修法 一樣會面臨到相同的質疑 所以我覺得在顧慮到整個台灣公民社會的 不管你要說和諧 或者是說我們對於法律 我們對於我們國家行政機關 我們立法機關的信任度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這一次的修法在這個時機點 其實是非常不適當的 那底下 那當然因為我們今天公聽會是要針對修法的建議 所以我還是會提出我這邊的幾項建議 第一個是這個罷免的政治獻金的部分 其實我們在罷函的那個時候 因為罷免方是沒有辦法來提出所 申請所謂的政治獻金專戶 所以當時的罷函團體三個 台灣激進黨 公民歌草行動 以及WeCare高雄 當時我們使用的是台灣激進黨的政治獻金賬戶 那同樣的這個部分 也導致我們內部的整個人力的龐大的耗損 但是我們可以看到世界市包含說 基隆的這個拆糧行動 他們就非常辛苦 因為他們沒有辦法 一群年輕人他們沒有辦法有一個罷免謝國良的政治獻金賬戶 所以罷免案到底在罷免方這邊 可不可以有相關合法的政治獻金賬戶 我覺得這個專戶的部分應該要在修法當中去被討論到 但是我們這次好像只有討論到門檻 我覺得比較可惜 那第二個是罷免連署書各自的部分 因為我注意到這次的修法其實有提出說 連署書要附上身分證等等 我們先不管當年黃國昌是怎麼主張 但我的認定是 如果今天我們要去增加我們的連署書各自認定的整個資訊量 甚至是他的這個代表性跟公正性的話 那連署書的收受 收取 他真的適合放在公民團體家嗎 如果今天發動的團體 他其實不是一個立案法律立案的團體 他只是可能幾個網紅大家糾在一起說要罷免 台灣民眾真的願意 不管你今天是藍的還是綠的 你真的可以敢把你的連署書跟你的身分證銀本放在這些人家裡嗎 我們當初罷喊的時候 我們怕連署書被國民黨拿去燒掉 甚至怕我們總部被人家放火 我們的連署書沒有一份放在我們的總部 我們都放在鄉下的工廠 每天用火車載 我們就是這樣保護我們的連署書 但是誰知道呢 誰知道任何一場罷免行動 他的連署書會被怎麼樣的處理 如果我們要增加我們的個資識別的門檻的話 那連署書的個資保護 這個是不是在法律上 我們也必須要把它清楚的講清楚 甚至是把它收到公部門去 我覺得這個都可以來做討論 那另外一個就是單一選區跟複數選區的設計也會有一個問題 因為複數選區我們都知道 在藍區的綠議員很容易被罷免 在綠區的藍議員也很容易被罷免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拆糧行動進行到尾聲的時候 到這個二屆連署書 快要截止的時候 朱立倫會跳出來一句 朱立倫跟這個林濤會跳出來講說 可能會針對這個同志委來做出相關的反制行動 其實也是一樣的意思 因為他們知道基隆藍大於綠嘛 所以要罷免綠的罷免最象徵性的 我如果今天是國民黨的溫川會 我也會主張罷免同志委 因為很簡單 因為對他們來講這個成本最低 所以我們的罷免設計 針對付出選區 單一選區 甚至行政首長 我們的標準 還有甚至我們剛剛講到 還有討論到這個里長 我們的標準的分層分級 我覺得這個部分也必須要在這一次的修法當中 應該要去被完整的提到 那再來畢竟立倫是何意志 我們今天國民黨雖然 不是我們國民黨 他們國民黨 在敏感的時期提出了一個 他們覺得還不錯的一個方案 然後當然遭受到社會大眾 非常多的非議跟質疑 那目前為止 我認為也沒有講得很清楚 但是畢竟立倫是何意志 我覺得比較好的方法 而且能夠讓國民 我們的全體國人 比較能夠幸福 比較能夠相信立願的一個方法 應該是各黨團都能夠有充裕的時間 去提出各自黨團認為適切的法案 然後我們再有一個充分的討論 所以這也是為什麼 我一開始發言的時候 我主張不應該是現在的一個原因 因為一切都太急太突然 然後有點像突襲 雖然說按照程序 我們還是辦了公聽會 但是我認為一切都來了非常急 來了非常的突然 那各黨團 包含民眾黨宣布不跟進 那民進黨策案 那這些到底是代表各黨團 不討論這題嗎 還是準備好了 可是選罷法其實是 關切到立法院裡面 所有的民意代表 甚至全體國人的 罷免跟 罷免跟選舉的一個權利 那他怎麼會是 國民黨一個黨團提案 然後大家就針對這個法案 討論呢 應該是各黨團都應該要有 相關的版本才對 所以問題還是回到於就是說 我們要怎麼樣去理性 不然我認為國民黨雖然 我們是敵對政黨 但是我覺得國民黨要想清楚 你的法案到底要怎麼去說服人民 這個法案是好的 這個法案是適合的 那我會覺得比較好的方法 可能會是 我們就講清楚 下一屆再討論 或者是你白紙黑一直告訴大家 現在進行中的罷免 都不溯及既往 但是我不知道這個程序上 可不可行 那我最後也要提到 就是 這就比較政治性了 韓國瑜的選票 罷免韓國瑜的選票 高過於韓國瑜當年的 當選選票的時候 國民黨說 這個是民主最悲哀的一天 嚴厲譴責這個罷免是一個政治性的動作 可是 當 罷免陳柏惟的選票 並沒有高於陳柏惟當選選票的時候 國民黨卻說 這個是民主的勝利 這個是地方民主的勝利 所以很顯然的 這個政黨他並不在乎 那個選舉的門檻的調高 或者是降低 這個並不是他真正在乎的事情 他只是現在急了 現在有一些他自己個人 或者是各政黨自己本身的需求 所以他提出了這樣一個法案 然後要求全國人民來討論 然後要求大家把它吞下去 講白了現在確實沒有藍白 誰知道民眾黨明天會不會突然又同意 對不對 所以沒有藍白過不了的法案 但是這樣的法案 真的能夠讓台灣更好嗎 讓我們的選舉辦法更好嗎 我覺得是高度的質疑 好主席 我們應該要脫離一般的罷免案件來做思考 好 那我們法律才能夠可長可就 這是我要先說的 好 那我想我們今天針對這個公職人員選罷法的這個精進 好 好 好 我想我大概就是說 我會比較會針對調整罷免門檻跟就職未滿一年就進行罷免這兩件事來做討論啦 好 那可能就主要包括了罷免權的依據跟制度目的 罷免案投票的門檻 好 還有這個96年到105年版的擺檔還有修正的建議 然後針對就職未滿一年喔 這個到底應該怎麼處理好 我們從選法法75條的制度目的跟就職未滿一年的解制方式來做這個討論 最後是結語好 我想回到罷免權的依據好 跟制度目的喔 我們大家知道憲法第18條本來就有規定說人民有選舉罷免創制覆決的權利 那制度的目的是為了要監督民選公職人員要淘汰不適任的人員時期提前去職好 那相類似的手段當然還有彈劾跟糾舉好 那彈劾的話原則上就是 呃 對於公職人員有違法失職的行為的話由承接機關來做處理喔 糾舉人員的上是不包括名義代表的 所以罷免他是有他的制度必要性的喔 那罷免門檻其實就會變成關鍵 為什麼 你們看高的話呢 你根本做不到 那制度會形同虛設 然後也沒辦法達成憲法上面的罷免的目的喔 罷免門檻如果太低的話呢 變成好像就會變成少數喔 挾持多數 好 那這個其實就反過來打敗了我們原來民主喔 是希望多數 好跟少數 好這個 兩個以多數來決定 多數決決定事務的這個目的 好 那96年版跟105年黨的這個擺檔喔 在選辦法90條本來是投票人數好的二分之一 加上投票數的二分之一 雙二分之一來做一個門檻喔 然後呢到了這個105年版 就把二分之一很快速的大幅降到四分之一好 那這個當然就是為了罷免權容易行使 那我們回頭看看在90 105年修正之前喔 104年立委罷免案是不會過的 105年也沒過 106年的里長 不管是立委 鄉長里長的罷免案都沒有過喔 顯然是看起來投票率都到不了這個50%的門檻喔 那106年起呢總共有22案好 那麼有12案是沒有通過的 同一票數沒有到達門檻 有5案是不同意的是多數喔 有6案是通過的 投票率最高呢是67.7%幾乎68了喔 最低是27%喔 那這個罷免案數量激增恐怕就會出現這個問題 他會不會成為一個落選者報復的工具 或者變成是政黨的惡鬥喔 那其實立法院在100年的研究報告就指出來一個問題喔 就是說如果是小選區喔 小選區就單一選區只選出一個 好不管是民意代表或者是行政首長的時候呢 會出現罷免門檻喔 這個罷免的票數喔 會低於當選票數的問題 好等於是呢 少數的罷免票 罷免了多數的票數選出來的首長或立委 好那這個似乎是欠缺正當性的 那回過來在大選區的選舉制度 好一個選區選出多數民意代表 我們現在大概知道議員都是這樣選的嘛 好反過來你的罷免門檻 罷免的票數會大於他的當選票數 這也欠缺合理性喔 所以這個東西到底要怎麼設計 其實立法院100年的研究報告 就在討論這個問題喔 不是我要再講一遍 真的不是為了某一位好市長 或是某一位委員要被罷免來討論這件事喔 所以呢 現在會變成說同意票只需要達到總選舉人數的四分之一 就可以通過罷免案 會導致罷免的同意票小於原當選票數好 那所以如果要回到一個比較有民主正當性的一個修正方向的話呢 是不是一種可能性的思考 就是說你的投票結果喔 除了有票有效的同意票數多於不同意的票數以外呢 多也必須要多於被罷免人的原得票數才算通過 好如果沒有超過原來的得票數的話呢 那極為否決 我覺得這是一個可以考慮的一個修法方向 那我還是要再強調一次 立法院看起來就算要修正通過的話 也不會適用在這次的基隆罷免案 所以不要把它跟基隆罷免案 這個掛上一個等號 那再來喔 針對選法法第75條的規定跟 對不起我回來講一下 就是我們一般的選舉投票跟罷免案 它其實會有一個不一樣的地方 在我們一般的選舉案的時候 大部分來講我們是一個正面動員 兩個政黨 當然我們也會看到政黨去說 你這個人有什麼問題 那個人有什麼問題 你這個政黨有什麼問題 那另一方面也是很積極的去提出正面的政見 告訴大家說 我這個政黨 我這個候選人 我希望積極的去做什麼事 來服務我的選區的人民 我要提出什麼建設 但是在罷免案呢 它是一個負面動員 仇恨動員 基本上說這個市長很壞 這個立委很爛 這個議員根本就在擺爛 每天就是搞笑 它其實是仇恨指數高的時候呢 可能會達到門檻 好 所以它其實跟我們一般在選舉的時候 會吸引出的選民 其實是不完全相同的 而且基本上在一般的選舉 我們會發現另外一個狀況 就是一般選舉 因為是全國一起選 執政黨比較沒有辦法把資源集中在單一選區去做操作 好 那所以我們可以發現說 如果針對一個單一選區在做選舉罷免的時候 它的結果往往會跟全國一起選舉的時候 效果會有偏差 所以我覺得這個部分大家也要去思考一下 這根門檻 它所形成的連動效應 好 那麼回到選法法第75條的規定跟爭議 選法法75條一項淡書 其實寫得很明白 就只為滿一年者不得罷免 那當然實務上就有爭議 什麼叫做不得罷免呢 是說不能提出罷免提議嗎 是不能進行連署嗎 還是不能產生罷免結果 我到底可不可以辦很多造勢活動 去蒐集罷免提議的提議書或連署書呢 其實這邊其實就回到一個問題 你如果是希望淘汰不適任的民選公職員 又有一年的規定 你不希望它成為政黨惡鬥的工具 你顯然應該要等到一年以後 好應該才去進行相關的活動 恐怕才是比較妥當的 好所以我會認為說 在這樣的情況下 我們的修正方向應該是不得欲為 罷免提議書的蒐集 好可能比較妥適 好時間剩下45秒 那我順便再提一下 就是其實我那天去 正好去上一個談話性節目 我旁邊的是那個張啟臺張委員 他就說他們這個民眾黨 其他的委員之前在 目前的執政黨服務 他就說他們以前在當公職人員的時候 也有幫忙做連署 好那這個連署就是我手上有什麼選民名冊 然後我反正就有選民的姓名 他的出生年月日 跟他的地址 我就直接幫他抄了 就幫他簽名了 那現行這個連署狀況有沒有辦法被杜絕 沒有 好因為你沒有他的身份證影本等等 所以會有出現被連署的狀況 這個部分如何解決 我覺得有在大院去思考 好那時間不夠了 我就先講到這邊謝謝 針對公職員選舉罷免法 在2016年收法之後 公職員罷免的門檻 降為同一票數要達到原選區的 這個四分之一以上 而且同一票要大於不同一票 即為通過 那自從罷免的制度門檻下收之後 有成功的例子也有失敗的狀況 雖然說罷免制度可以讓民眾有機會 下架不失人的公職人員 但是我們也必須要警惕 不要成為政治鬥爭的筹碼 更不能容忍罷免成為一種政治報復的工具 民主制度需要一個健全的制度來保護 而不是任由其濫用 民主的精髓在於尊重多數人的意見 但當罷免的門檻設計過低的時候 就有可能導致少數人為了罷免來實現私利 進而削弱了民主的根基 這幾年罷免的提案經常發生 這跟這個低門檻的設計有很大的問題 現行的罷免門檻過低 除了會變相鼓勵罷免之外 也讓敗選的一方容易操作罷免 成為選舉的延長賽 不但不利於民主良善的一個發展 而且也會浪費國家社會資源 所以在2016年選罷法修法之後的這個罷免制度 已經變成了罷免比當選容易的這個畸形的制度 那回顧30年來選罷法的一個修法的過程 我們在83年10月之前 通過的罷免門檻是只有三分之一以上 且同意票大於不同意票 在83年10月修法過後 將罷免門檻改為原選舉人數的二分之一以上投票 且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使為通過 當然修正之後的這個罷免門檻過高 被外界批評 因此在民國105年11月的時候 民進黨全面執政將罷免門檻修正為罷免案 投票結果有效同意票多於不同意票數 且同意票數達原選舉區的人數的四分之一以上 現行的門檻這個過低已經被提出來多次討論 有專家學者認為因為罷免權具有破壞性質 會避免罷免權被濫用因而破壞政治的穩定性 所以脫離這個憲政的常規應該要修正 現行的選罷法中的罷免制度的規定 那選舉是選嫌與能 罷免是免除不適任的公職人員去任公職的一個手段 那單一選區要進半數的選票才能夠當選 但是現在卻只要四分之一的門檻就可以把它罷掉 形同讓少數的民意否決多數的民意 因此當選時票數較高 但是罷免時只要部分的人 四分之一的人同意就可以通過 導致罷免疫成為政治報復的工具 顯然非常不合理 那當然在這個除此之外 我們還有看到很多 在這個罷免的一個過程中 會有很多的一個問題 包括我這次還有修正第75條的規定 就是就職未滿一年者不得罷免 因為沒有明確的規定 所以導致很多的里長跟民意代表 在面臨一上任就有人啟動罷免的提議跟連署 讓他們也沒辦法真正開始好好做事 就要必須要面對罷免的這樣的一個問題 所以當很多這樣子的一個狀況發生 他們未滿一年就開始收集這個提議書 連署書 甚至惡意的造假這個連署人的名冊的一個情況 顯見罷免的連署程序跟宣傳的規範也過於寬鬆 也破壞民主的一個選舉的一個精神 那當然現行的這個罷免制度之下呢 我們也希望說能夠新增同意票數去超過被罷免人當選票數 較符合公平正義 也就是說不能讓少數的民意去否決多數的民意 也希望這樣子的一個狀況發生之後呢 任何的黨籍的公職人員都可以適用 那從最近我想這個罷免連署的狀況來看 因為低門檻的罷免設計 而且罷免連署規範不夠嚴謹 導致有心人都拿著名冊亂抄 加上中選會的不作為 已經為罷免制度帶來一系列不良的影響 罷免的門檻偏低 連署的方式過於寬鬆 以成為罷免者成為說不起的報復工具 甚至我想這也是一個針對我們嚴肅的公共事務 也損害了民主制度的這個境遇 那這一次的公聽會我希望這個能夠 因為我們也看到民進黨的很多委員也都有提出了相關的90條的修正版本 顯見曹衍的立委都認為 現行的罷免的門檻確實過低 造成高票當選低票罷免的過程 所以也希望這個部分 我們希望大家共同 曹衍有共同的努力 來檢討現行制度 收復被破壞的民主制度 謝謝 這個案子是上一屆 第十屆立委的時候就提了 因為當時的這個公投也好 有很多的死亡連署 就是已經死亡的人都在連署 那我們覺得連署 這個是法律的規定 應該要核實 所以對於如何核實 我們採用一個方法 就是說你連署的時候 也要把你的這個身份證 發證的日期也要填在上去 因為避免說有人拿一些商業活動中 沒有收集到的資料來填寫 那這個是核實 並不是增加罷免的門檻 沒有要提高門檻的意思 因為無論怎麼樣的制度 當然都是必須基於事實之上 那國民黨卻把這個 戒期不連續這一屆又提出來的法案 把它解釋成說這是在提高罷免門檻 我覺得這個是為了要拿我的核實的這個法案 來掩護它實際上要提高罷免門檻的事實 那我不想被它這樣利用 所以我撤案 好 再一次的強調 是對於連署是否真實的核實 跟提高門檻毫無關係 那國民黨如果要這樣做我不要被它利用 將來等到爭議告一段落 半年一年兩年之後 我們這個法案隨時還可以再提出 因為這個核實我還是認為是有必要的 委員不過想問一下 因為黃國昌委員他有提到說 雖然你現在撤案了 但是因為根據 院會的立法院職權行使法相關的規定 其實明天還是會有辦法來討論 那這個部分的話不曉得你怎麼來看 因為那個撤案會有一個時間的差 所以禮拜四可以討論 問題是禮拜五院會的時候這個案子就不存在 所以他禮拜四我不知道他討論這個東西要幹嘛 那他可能就是把我一直拿出來 當作他們真的要去提高罷免門檻的一個遮羞不好 但是我再次強調是他們污名化我的提案 我的提案是核實 連署必須要是真正本人連署 這是理所當然的事情 那我們只是要核實 絕對沒有增加罷免的門檻 但是國民黨要他們的講法 就是說我要提高罷免的門檻 我不能同意這種來污衊我的法案 然後來要掩護他們自己想要達到的目的 所以我是因為這樣來撤案 你怎麼看現在國民黨他們覺得說 他們其實也沒有像堅持他們原本法案的方向 也可以朝您的這個方向去修化在提案 看內容才知道 現在講都沒有用 禮拜四看看我們內政委會要怎麼修 OK 謝謝